現在當然身為One Champion的裁判 那當初是怎麼樣接觸裁判的這個工作 我最一開始是做閃打的裁判 那做了差不多三四年之後 也開始做像KITBOXING跟泰拳 對其實是自由搏擊 自由搏擊的裁判跟泰拳的裁判 經營閃打跟泰拳協會也是我教練張惠航理事長 所以基本上他辦的比賽我都會去做裁判 幾乎一年比如說有六場 六場幾乎都會到 不管場裁邊裁 所以從那個時候其實也沒有真的把裁判當成一個 沒有人會把他當工作 因為其實在台灣大部分的比賽 這種都是像週末一個活動 然後自己跟自己拳館的training partner 一起去參加 有人去打比賽 有人去當裁判 有人去做工作人員 有人去做教練 就變成是融入在生活當中的其中一個活動 對然後一直到後來是 台灣差不多在2010年 2011年開始有MMA的一個發展 有個聯盟叫Pro FC 他以前都在LUX裡辦比賽 然後我一開始也是人家邀請我去看比賽 我就看了覺得這個裁判怎麼那麼奇怪 那裁判比觀眾還要不懂超離譜的真的是 因為那時候主辦方找了一些武術相關的 結果那些武術相關的人他是練傳統武術 他可能有一點點散打裁判的經驗 可是他對MMA概念是很薄弱的 對所以有時候什麼 什麼10塊錢掉地上 停 突然暫停 然後位置就 位置就跑掉了 對我們有一個教練他就是 去打比賽然後裁判就很怪 或者是 就是打一半不知道哪裡掉一個10塊都是暫停 然後把錢拿起來 對我們林俊鋒教練就 就打比賽遇到一些奇怪的裁判 然後我還有看到是 選手已經被打爆到不行了 裁判還不介入 對還有被勒然後他還沒投降也沒有睡著 裁判就介入了 哇起來就要打架因為 搞不懂那個狀況 你沒辦法恢復那個位置 你沒辦法恢復說我快要被勒到那個位置 因為完全不一樣你再重來一次 沒有一次是一樣的 所以 MMA裁判的壓力 是很大 是因為你永遠不可逆 你只要做了決定 比賽就是這樣 對 那你可逆了 就不會需要這麼專業的人 所以其實MMA的那種瞬間 你要終結比賽的決定 是要非常縱觀的來分析 所以那時候他們一開始找不到好的裁判 然後那個我有朋友吳政雅 就是他在做導演 他也是武術圈的朋友 他就介紹我去說 他覺得我不錯 讓我試試看 然後當時就換了第二批 就找一些87猶豬的人 然後找我 就是變成說有力計有請計 然後大家混合一起做 然後慢慢從比賽當中跟著選手跟著賽事 然後裁判團慢慢磨合 才開始有MMA相關的經驗 然後最大的一個提升應該是 2016年的時候去英雄榜 那時候北京英雄榜的Andy 他邀請我去做他們算是 Local的裁判團的裁判長 對 因為Andy他本身其實也是台灣人 他是在中國算第一個創辦總和格鬥賽事 然後第一間87猶豬武館 他是一個算是在中國地區非常 具有歷史定位的一個老師 他就知道說我好像不錯 然後跟我聊一聊之後就說 那不然我們來 請我來統合這個裁判的工作 然後當時他 英雄榜他就請國際級的裁判來 就是變成說在賽事當中 我可以一邊跟他學 然後一邊把這個賽事辦好 對當時有找過像Herb Dean 像Yuji Shimada 導天玉二老師都在 當時英雄榜的裁判團隊 對 那經過英雄榜這個資歷之後 我覺得關鍵也是這樣 因為我有英雄榜的資歷 然後我有裁判比賽影片 然後有做一些裁判教育的一些工作過 然後Warren推薦我的時候 One的公司就會用 了解 所以算是一路歷練上來 應該在講 然後最後剛好是姻緣機會 剛好可以加入One這個 剛好教招來的時間非常好 所以真的是應該怎麼講 天使地利人和啦 其實運氣當然有 可是你要準備好 其實很多人都在做裁判 可是沒有人在經營裁判的教育 然後也沒有人在 把自己當成一個職業裁判的方向 至少是彙整自己比賽的影片 自己職財比賽的影片 然後有把自己職財過的一些 比較關鍵的一些判斷 很快就可以把這個資料提供出來 有點像人家要面試你 你沒有資料你要怎麼辦呢 對那我至少東西寄過去 人家說OK你來 那就發機票飛我過去 其實都是你要一直把自己 慢慢進步慢慢進步 不要說這個東西好像賺不到錢 你就 其實我一開始也沒想過 當裁判可以賺任何錢 就是一個興趣 然後因為我沒有打很多比賽 然後我在賽事當中水平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會認為說運動員是 格鬥運動員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不好的裁判 你會 因為我也訓練過也要打過比賽 所以我知道那個 經歷過的一個辛苦 不能因為裁判的 可能角度上的問題 或者是沒有那麼專業 或者是裁判整個賽事系統 沒有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標準 而輸掉了比賽 然後斷了這條路 那其實就是對這個運動是一個傷害 所以一開始我會想要說 那我不打比賽了 對 因為我其實我玻璃鼻子 我Spiring 我練柔術都會流鼻血 所以我之前打幾個閃打比賽 都是很輕的碰觸 然後可能是優勢 可是因為流血不止 然後閃打比賽就是很保護選手 就是說你一直流鼻血 那不可以打 我說好吧 那就算了 後來我就開始說 那不然我就當裁判 那我還是參與賽事 那盡量把每一場比賽 每一個fight都做到盡量公平 對 當然不可能每一場都我自己判 但是如果是我整合的團隊 那我就有信心把比賽做好 大家除了在電商 在ONE的比賽上 可以看到他職財的一個因子之外 那其實台灣現在也開始漸漸的有轉播 MMA的賽事 那像是UFC啊或是ONE CHAMP 其實在台灣現在都有頻道來去做轉播 那當然CAMP我們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在這個賽事裡面出現 反不反又是我 對 非常一分這樣講 就是很優秀才能做這樣的工作 那身為這個電視賽評 那跟裁判當然就是一個不同的一個工作領域 那做賽評的話你大概工作內容會是什麼 其實像台灣一開始大約也是從UFC144 現在已經UFC247了 對 已經經歷過超過100場的正賽 然後差不多八九十場的Fight Night 其實UFC比賽的節目就是國外的訓號進來到棚內 然後我們在棚內做中文的解說 對 一開始準備資料的時候 因為其實UFC都會有寄檔案啊寄選手資料 但是一開始沒有那麼去針對每個選手的賽事風格 然後技術的水平去做分析 對 所以你就要看非常多他們比賽影片 對 所以一開始我準備一個比如說禮拜天的轉播 我可能要三天前開始看資料 對 我可能三天前每天要花三個小時 去看那些選手的比賽影片 後來基本上可以RUN過選手都認識了 其實就可以縮短這個準備的時間 然後還可以達到更好的一個水平在做解說 對 其實我原本也不是非常能夠面對鏡頭啊 或者是說做解說的這樣的一個性質的一個教練 我以前做教練就是教課 也沒有在做太多這種傳播性的一些工作 對 那後來開始做解說之後發現這種表達傳達訊息 其實也是教育的一個環節 那就會針對一些比如說技術上 或者是戰術上 還有比賽的規則上 然後裁判的判例 為什麼這個瞬間停下來之後 最後是這樣判決 那我們在解說的時候就可以跟大家說 對 那透過UFC的解說 也算是讓我提升我 算是對格鬥的一個素養 因為以前都是搭網路上看 手機上看電腦以前 也是在網路上下載檔案來看 UFC 對 然後就是看很精彩 KO Highlight 現在是開始轉播嘛 那就是從頭看到我 變成說比賽的很多細節 換場啊 回合中間 所有細節我都可以盯著看 因為我在做轉播 有人付了錢嗎 我一定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就看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細節是 沒有人知道的 對 真的沒有人會這樣看 然後再包含後來去ONE的職才 在活動的現場 對 他們要怎麼樣彩排啊 怎麼樣去把一個電視製作做好 其實從電視前面跟現場 因為我ONE 我會在現場 我沒有去職才的時候 我就在愛爾達做轉播 所以我可以透過鏡頭前面 跟現場的這個畫面 去穿插起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一個節目 賽事的節目做好 這個我覺得對 我從轉播開始 一路到製作到食材 這個是三個 其實這真是一個三個 三個鐵三角 其實這個三角形是 一邊缺整個賽事就會不成功 很多現在開始練拳就說 我看你轉播長大了 我說幹 有這麼誇張嗎 看我 好吧 現在已經轉播七年了 對 現在有些道館學生 你才二十二歲 二十一歲 好吧 你十五歲 算你小時候啦 對啊 這麼小就 你爸就讓你看那個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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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